黃明志,輸贏啦!我吃紙糕啦! 所以日式漁人節 馬來西亞藝人黃明志突然在社群媒體宣布 正在吉隆坡辦告別室 引發廣大網友揣測 沒想到二日凌晨 黃明志發文表示希望大家以比較輕鬆心情 看待這個活動 排開華人競技勇敢面對生命與死亡 對此痴死歌由趙琳也改編黃明志的歌曲《飄向北方》 怒嗆他欺騙粉絲只想當鬼 黃明志!輸贏啦!我吃紙糕啦! 你飄向走鬼 你失去我心碎 不輕易流下淚碎 浪或浪一度睡 你飄向走鬼 黃明志變成鬼 並被奏給你寶貴 按以後我會 無論魚人見沒思想要被整個棒鬼 有了說每次掌飾幾倍粉絲只想當鬼 有個天真的小鬼 白目每次只想當鬼 有了說真是一場誤會請你不用理會 他住在廣材裡 也住在你我心裡 用心得不低 對滿身滾在怪地 他看著摸摸他很像著曾經在心裡 魚人見總是看著像著扮屁 然後看出平素的舞蹈 謝謝你 謝謝你 然後我現在有點喜歡 直播線上即時互動 輕鬆有趣多元內容 3月16號起 每週六晚間9點 子午計畫VTubers 在三立新聞網